也就是在北朝廷,像说的三观传统, 也就是在一场張康队的孕城上。 带着这个运达厦的黠岛要继续行来监制。 在此,古兵是对江门广场的外围进行清裁。 最后攻占级练北钱座, 把学生队伍区赶出去做准备。 这时候第35集团中都派出了突击队, 在官場北部進行清場 在這時候也是大師打上了一些學生面具 然後從6月4號凌晨4點鐘到6月4號青春5點30分 這是最後的清場時間 也就是說把堅守在今年北底座 那個四周的幾千名學生趕出去 那麼在座今天我知道好幾位在場 我們坐台上上位都在場 等一下曉峰還有好幾位都在場 就把我們這些幾千人在場 這就是中國政府所承認的清場 實在就是最後的階段 你難道前面那些階段都不算清場嗎 那不是廣場嗎 範圍也在廣場範圍之內 所以我就說共產黨為了歪曲 改變一些人的想法看法 影響這個不知情而已 這一點他做得比較成功 所以最近幾年在網路上很多學生 很多80後的學生他就接受共產黨的說法 就清場過程沒有死人 因為他認同就說在這個一小時裡面 紀念碑這個底座範圍沒有死人 這樣在這個範圍也不是並沒有死人 過去中國政府不承認說在清場過程開槍 後來不得不承認說開槍擊毀了紀念碑上面的幾組喇叭 然後現在從資料看到很明確 這個擊斃喇叭的開槍命令就直接來自於清場指揮 不是在場的軍人擅自開槍的 在場的負責指揮官層級不高 是27集團軍司令部的偵察參謀趙永明少校 也就是後來存在恐嚇國位置 他沒有權利喔他機會不高 現場的最高指揮官是空降兵級15軍的44空降雨的旅長 也這是一個大小 所以那個開槍命令直接來源於清場指揮部 我找到了明確的資料 他們從接到命令以後開槍打完 而且出來開這個槍 中國政府不得不承認後來 在別的地方、別的時間段都開來槍 所以我後來寫了 我最早寫了五萬字的清場過程 我說在清場過程當中 我的耳邊槍聲不斷 就由從觀察出來的知識分子來治癒 當時我只是說我的記憶沒有錯 當時我拿不出別的東西 現在我可以拿出很多軍方自己的記憶 他們開來槍 而且從他們紀念碑的時候開了槍 就是27集團軍的特遣分隊也開了槍 然後還有一批軍人 站在毛澤東紀念堂的大門前面開槍 寫這個資料的這個軍人叫陳曉麗 是陸軍第65集團軍所背第三師第九團的一個士兵 這個人是一個高級將領的子弟 他用真實姓名在內部的一個論壇裡頭寫了這篇文章 後來又得到了 他把自己的師長團長 證為同班戰士的名字都寫了出來 所以以證明他自己的身份 他說當時幾點幾專 也就是在清場過程當中 一批軍人站在毛澤東紀念堂前面開槍 這個資料我現在可以拿出來 所以我想給我這些最後一件事情 最後我就談一個 其他問題我都略過 我就談一個就是解放軍軍警的死亡情況 因為這個情況不僅是軍警的死亡的問題 因為中國政府後來就是說 極力地誇大戒嚴部隊軍人跟武警部隊官兵的死傷人數 然後降低民眾跟學生的死傷程度 來說明北京當時有反革命暴亂 有很多暴徒 所以這個開槍鎮壓的有合理性的 有合法性的 所以我就專門做了一個章節去研究軍警的死亡情況 所以關於軍警的死亡情況的說明 最早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希明 在中央政治局有個講話 16月份 他說軍警死亡總共23人 其中軍人10個人 而不是警察10個人 我覺得無僅10個人 軍人13人 說得非常明確 所有3個人數我就不說了 然後緊接下來就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然後北京市市長陳希同 在第7屆全國人大有過報告 關於《評報》的報告 裡頭他的時間在後 李希明在政治局內部有一個時間在前的很明確的23人 結果陳希同在後的一個講話 訪問人數不明確了 他說警員部隊軍人跟武警部隊軍人死亡數十人 就非常模糊了 那麼我請問 21個人也數十人 99人也數十人 還不如在前面說的那個李希明說得清楚 所以後來原木就是中國國務院發言的原木 然後在那個公開的記者會上 也是6月我這裡有時間 公開的記者會上講話 說他更狡猾了 那的確是中共黨內的一個名嘴 那就乾脆他就是把軍警跟全眾學生的死亡攪到一起 說軍人加民眾學生總共死亡216個 根本就不提軍人死亡 所以我簡單地說